大家好,我是旭哥Walkan,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狂暴三國,那旭哥今天來做這個最新手遊的攻略 這款,剛上市的手遊 那這個手遊呢,剛進來呢,會有四個職業你可以選擇 分別是臥龍,然後呂布 這個是呂布 臥龍就諸葛亮嘛,呂布還有貂蟬 貂蟬也變成一個職業啦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應該是趙雲嘛 他這個造型應該就是趙雲 那這幾個的話就是,臥龍呢 他就是比較偏向就是法師型的遠程的角色 法術嘛,他是法術 然後看得到他的在攻擊和範圍呢,這兩個是不錯的 控制也還OK 主要是在範圍這個不錯 造型還蠻帥氣的 算是法師型的角色 喜歡法師型的角色可以玩臥龍 這個四大職業稍為旭哥介紹一下 那呂布的話當然不用說啦,一定是近戰然後很猛那種 才可以看得出來呂布在攻擊防禦範圍都不錯 稍微在控制速度恢復稍微弱了一點 這個 蠻不錯的造型 旭哥想要選呂布啊,呂布蠻帥的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就是貂蠶 貂蠶是近戰,然後他的速度蠻快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的速度是最快速的 所以大家假如喜歡玩像是那種 殺手啊那種角色的 刺客啊那種獵人那種刺客那種角色的話 這個是蠻適合的 貂蠶 然後攻擊也不錯,防禦還OK範圍 稍微弱一點在控制方面 速度,速度倒是蠻快的 玩刺客型的角色 趙雲的話就是均衡型的 也就是各方面都算是中上中上這樣 攻擊還不錯,然後防禦速度恢復 控制範圍都還算中上 啊就是造型蠻帥的 我看一下貂蠶的這個造型 我在想要選貂蠶還是要選那個 因為貂蠶蠻騷的 看一下他的衣服 貂蠶的圖做的蠻好看的 我們來選呂布好了 呂布比較帥氣 他的台詞也很帥氣 這個有四大職業大家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就是 簡單說就是諸葛亮呢 臥龍呢他其實就是很像法師嘛 然後這個呂布以龍與地下城的角度 或那種RPG的角度 呂布的話就是那種戰士 然後那個 就是刺客 刺客就是貂蠶 然後趙雲就是 算是萬用型的角色 一般的冒險者就是 就是多功能的角色 均衡型的 均衡型的角色 這遊戲好像沒有說特別什麼一個坦或是什麼 我們就開始玩了 我們就開始 開始可以領一下這個 預約禮包 小旭哥有那個預約嘛 開始就點一點 外觀 啟動 武器 帥 零元禮包 不是說零元嘛 我們就自動 自動讓他打 其實玩起來蠻爽快的 全部自己用 裝備 裝備就把他裝裝 看有沒有禮包馬可以用 先用一用吧 黃金斷賊 竟然斷橋混動 開斧活動 這是一些 儲職活動 感覺蠻多都是要課金的 好可以騎馬 不錯 呂布的 呂布的座騎不是貂蠶嗎 呂布的 我以為呂布的座騎是貂蠶座 我以為呂布的座騎是貂蠶座 這是以前的笑話 有時候那個 呂布是騎什麼 當然是騎貂蠶啊 這是什麼 什麼問題 穿上 都穿上 有穿都穿 進階 黃金妖道 暫時妖法 派起英雄下 把這個 座騎 升階一下 要四十幾 升級還升得蠻快的 蠻爽快的 一下就推到前面了 這個爽game還不錯 其實玩起來蠻爽的啦 就是 你當做一個無腦爽game玩的話 蠻適合就是你想要玩無腦爽game的這樣 禮包好多東西 幾日不見 英雄身手又有長進了 啟動嗎 啟動嗎 啊 拔一拔 我看一下 他這個可以輸入這個 禮包嘛 就是 你要就是 在這邊 剛才的身手 真是後生可畏啊 就是輸入這個 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驗證碼這樣 就可以領取了 所以大家可以來這邊綁定你的手機 輸入你的號碼 然後區號 台灣的話就886 然後手機號碼就是那個這樣 你可以這樣輸入 在這個活動福利這邊 右上角這個福利呢 點下來手機綁定這邊 你就可以來輸入一下 然後就可以領取獎勵 這個獎勵還不錯 就是大家可以來領一下 我看一下有什麼 有三級寶石禮盒 然後這個 坐騎 進階石 還有這個 乾坤袋 大家可以來這個綁定一下 這個禮包 輸入886輸入的手機 然後按這個獲取驗證 之後再按這個就可以領取這樣 你先綁定手機這樣 我看一下有什麼 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看一下 這個點讚就有那個 好禮 大家可以去領一下 這個好禮 分享給大家 就大家可以去領一下 福利 在這個右上角這個 VIP旁邊有個福利 點進來這邊可以去輸入一些 這個有些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來用用看 我試試看有些禮包碼可不可以用 因為有些遊戲會有那個 一直跳掉 很多禮包都可以領 看一下 VIP888看一下 很多遊戲都會用這個 不能用 所以VIP888不能用 很多他們那種中國的手遊 都是有這個 VIP888或666 看一下 不行 好不能 那大家就是去按福利去綁定這個 手機綁定這邊可以領取 就是獎勵 反正這個遊戲應該很簡單 無腦就一直 一直砍砍砍砍砍就過了 手機綁定 然後去那邊輸入 區號台灣是886 然後手機這樣 手機你的手機 然後按獲取驗證 自己去換這樣 好不好 這個就是這個遊戲的禮包碼 好分享最新的這個禮包碼 還有這個攻略 初體驗 右上角福利這邊去做這個綁定 然後去換 這個遊戲就一直無腦 就這樣一直刷刷刷就OK了 他會自己就是 很輕鬆的這樣玩 然後蠻帥的啦 造型蠻帥 虛哥玩起來覺得OK的 OK啦 蠻爽的啦 玩起來蠻爽的 爽game一個 解一下成就 好那今天的攻略就錄到這邊啦 好我們下一見